假太监烙矮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霸占了秦国宗室之长迎熙的夫人 夫人不堪受辱头颈自尽 迎熙丧妻狮子悲痛欲绝 抄起家伙就要找烙矮拼命 迎熙已经因为愤怒失去了理智 他忘了秦国宗室早已无法和全城抗衡 这样手持武器冲进王宫 不但杀不了落矮 还会被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 一旦迎熙折进去 秦国宗室就真的完了 就在迎熙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时候 落矮那个狗东西却还臭不要脸的 在太后面前装可怜 可他却忘了迎熙夫人还有个妹妹 在宫里上班呢 她可是一秒钟都忍不了了 眼看恶情就要败露 落矮抬手就是一巴掌 眼看赵姬头顶的浴室 隐隐泛着绿光 落矮直到再也瞒不住 只好轻描淡写的认了 愤怒的赵姬本想教训落矮一顿 但人落矮考的是技术感 赵姬怕招不上新人 也只能安慰自己 凑合过呗 还能理咋的 但冷静下来的赵姬 最在意的却不是头上的青青草原 而是小子临死之前 有没有把自己和落矮的事给说出去 可俩人回头一瞅 妹妹早跑了 小绿知道落矮一定会杀自己灭口 拼了命的往外跑 却还是没能逃出落矮的视线 落矮追上来一刀结果的小绿 未保万无一失 连侍卫也一起刀了 老矮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 殊不知他和赵姬那点烂事 早就被人挖出来了 还一件同步给了秦王嬴政 想起母亲对落矮无下线的袒护 嬴政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却没想到更炸裂的还在后面 老矮男色侍奉太后逃得太后欢心 太后怀有落矮之子 被眼人耳目两人隐居庸城 六年中 太后为落矮生下两子 如今全部秘养在甘泉宫内 陈关落矮 这庞大的信息量把嬴政 CPU都快烧糊了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的母亲竟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了 得知自己最信任的相邦 和最敬爱的母亲 竟然串通仪器给自己弄出个爹了 还外加两个弟弟 嬴政简直都怀疑人生了 他怒气冲冲地跑到太后寝宫 临近门却又停了下来 去相府 回身 去相府 可嬴政刚跑到相府门口 却又站住不动了 眼下他还没有亲政 秦国的军政大权 都掌握在相邦和太后手中 更何况太后还有了新的儿子 一旦他们连起手来对付嬴政 嬴政是没有胜算的 为了斩草除根 再大的耻辱和愤怒 他都得忍下去 也只能忍下去